旨在直接解决这需求 实现包括光学原子中量子计算和量子传感在内的尖端应用 FC1500 Quantum由超低噪声光学频率书 光学参考系统和多个不同波长的连续激光器组成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 Memail System的FC1500 中文的研讨会 今天的主题呢 非常的前位非常的潮 就是基于光学频率书的这个量子2.0的应用 量子技术呢 现在也是可以说是可能是最火的一个技术之一 当然我们是围绕这个光学频率书来展开这个相关的技术和应用 在Melo我们的口号叫做Precision Photonics Together We Shape Light 那随着这个量子2.0革命的到来呢 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Shift Quantum OK那开始正式的内容之前呢 我们先还是惯例介绍一下公司 Melo System是在2001年的时候从马普量子光学实验室来spin off出来 就是孵化出来的一家创业公司 目前呢已经经过了22年的一个立场 那Melo的创始人呢 一共是四位 首先呢 是这位 他是非常有名的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Trader Hansch教授 那他获奖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对精密光谱的贡献 以及包括这个光学频率书技术的这个发明 同时 同时的这个创始人呢 还有啊暗示教授的两位学生啊 分别是Melo的CEO Michael May和CTO Ronald Horsworth 那Melo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发展呢 已经从这个最初啊 只有在慕尼黑总部啊 到现在有美国两家的分公司啊 包括日本的分公司 那中国公分公司也已经成立了啊 快可能两年时间了 一年多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分公司的名字就叫上海门洛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也是Melo对于量子技术的一个前沿的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非常的重视 而且是非常重视中国市场 Melo的这个产品呢 我们可能听的最多的是这个光学频率书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呢 我们 我们还可以看到 包括他的这个 超级机光器 就是光输的这个光学参考系统 也是我们的现在的一个大块的业务 另外呢 除了这个超级 除了这个光学频率书和超级机光器以外 我们还生产这个飞表光纤机光器 因为 大家知道这个光输 我Melo的这个光纤光输 里面他要用到这种低噪声的这个飞表光纤机光器 那我们发明了 可能是最早用光纤激光器的这个公司 而且 这么说呢 发明了很多相关的这个索磨技术 Figunite技术的呢 基于这个光纤激光器 我们还发展出另一块业务 叫做台赫兹石域 台赫兹的解决方案 主要就是台赫兹石域光浦仪 以及台赫兹天线等等这些产品 另外呢 有了这个光输和超级机光器以后 近几年我们发展出了这个quantum laser system 就是这个给量子技术来用的这个激光器系统 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围绕这个系统的一些技术和应用 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太空 比如说台空光输 这些东西的一个发展 今天的这个大纲呢 主要分为这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 先要说一下这个量子技术在全球的一个市场展望 第二部分呢 我们说一下 门磨的这个基于光输的量子激光器系统 怎么 是怎么一个结构 以及它的一些典型应用 第三部分呢 是一些更多的应用 以及我们 Edgeman Lowe在欧洲的一些量子相关的项目 那最后我们还是会留点时间来给大家答疑 好呢 今天除了我作为主讲人之外呢 我们还是非常有幸请到了非常多的嘉宾 首先呢 是 米开拉 中塔 米开拉是门磨 能有十年经验的老员工 然后他是能够的一个非常资深的技术专家 主要负责呢 就是基于光输的这个量子激光的系统 以及这个基于光输的微波超级向动微波产生的这个系统 另外呢 我们还是副工副领统 他是我们的售后工程师 售后经理 以及呢 这个Moglabs的在中国区的这个销售经理 其实Moglabs在去年呢 也是让和门磨达成了合作 让他们在中国的这个独家销售呢 回到了门磨中国的这个范围内 也是怎么说呢 也是门磨和门磨对于这个 量子技术这一块市场也是非常的看重 所以那Moglabs呢 生产一些各波长的CW激光器 一些ECDL这些东西 那是可以用到这个激光器系统里面 另外呢 也可以用到超级激光器等等这些系统里面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中国区的总经理 杨海东先生 还有其实 还有我们的董事长 周富博士 他应该也是过来了 在 都是在评论区 我们观众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问这些嘉宾 也鼓励大家用英语提问 米克拉是非常资深的专家 然后呢 第一部分 这个先说这个量子技术的这个市场 那这一份这个图呢 它是欧洲量子高级指导委员会 他这个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指导图吧 他把这个量子技术 主要分了这四个部分 一个是量子通信 第二个是量子计算 第三个是量子模拟 最后呢 是量子传感 或者说量子计量相关的一个四个部分的一个技术 然后呢 基于这四个技术 这些通用的方法就是要有工程化的这个设计 包括控制 那还有软件理论 以及还有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等等等等 都是有很多的这个潜在的一个应用 那这边是还是刚才的这个欧洲高级量子元会 他们给出的一个预言吧 就是量子技术可能在未来多少年内的一个发展 这个应该是在15年给出的这个前景图 那从给出了这个20年的一个预期 可以看到从15年 可能最先实现的会是这个原子中 然后到后面的量子传感器呀 包括这个城市间的这个量子网络 其实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这花了多少年啊 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团队 其实已经实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应用啊 比如说那个百公里级的这个视频传递 这些其实是一个类似的工作 然后还有这个量子模拟器 到最后量子模拟器啊 包括这个量子网络 以及最后通用的这个量子计算机 那这边有一些更细的这个一个规划 我就不一一来来来说出来 那这个图呢 是一个比较比较市场的一个图 就是各国在这个量子技术方面的一个投入 全球呢 大概是有三百三百亿美元 估计是一个投入 那这其中呢 最大投的我们手续 一直是我们中国的这个 一百五十亿美元的投入 可以说遥遥领先 欧洲和北美 欧洲呢 这边德国其实投入还是非常大的 投入了三十三十亿美元 三十亿美元大概 然后在美国 大概是 在哪 美国 美国大概 这边写的一点二十二亿美元 可能数字偏小 因为美国感觉上投入还是相当大的 然后加拿大投入了十一美元 英国呢 在欧洲这边 英国也投入了相当多 法国等等 总而言之呢 我们国家还是投入的最多 那相信 随着这个高投入 我们应该很快也会有高回报 那关于这四块技术呢 MENLO在 参与了非常多的项目 主要都是在欧洲 这些项目呢 包括了量子通信里面的 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它是基于光纤的一个 邪认枪的一个项目 那实际上呢 包括欧洲的 视频网络 MENLO也是 非常深的参与其中 关于量子计算呢 MENLO参与的 也是比较多的项目 包括了一些中性原子的量子计算 E的 S的 量子 这个 牛化器 以及关于光量子的计算 在量子模拟这一块 也是有一个项目 然后在量子传感里面呢 也是有关于光中 然后刚才说的 超稳微波的产生 微墙光输 等等这些 还有包括这个空间光中 等等这些项目啊 都是参与其中 好呢 我们就 说完这个市场的部分 我们就开始这个 更重要的这个第二部分 就是MENLO 基于这个光输的 量子激光器的解决方案 可能这个光输我们也是前年 我估计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讲的 不记不太清了 但是 总之我们先 回顾一下 或者说我们来看一下 光输 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首先光输 它也是一个脉冲激光器 它是在实域上看 是有一个一个脉冲构成的 然后对应到频域上呢 脉冲之间的间隔 对应这个重物频率 然后载波和 载波和包罗之间的这个 偏移呢 对应另一个频率 叫载波包罗 向一频率F0 那很简洁的图像 就是他们对应过去 就是这两个量 然后在频率上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这样的一个公式 每一根书尺 它的频率就等于 N倍的重复频率 加上载波包罗向一频率 所以呢 我们定义光学频率书 它就是一个重复频率 和载波包罗向一频率 都完全稳定的 以后的一个脉冲激光器 它是一个脉冲激光器 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 或者说在我们温路 或者是计量学上 这个定义呢 它是需要把重复频率 以及载波包罗向一频率 都稳定以后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外层激光器 它才是一个光学频率书 我们也才可以 比较好的来应用 这个光输公式 那基于这个光学频率书 这套激光器系统 它怎么来起作用 这边就是它的一个原理 首先我们有一台 压核子线宽的超稳激光器 作为这个光输的参考 那光输要首先锁到 这个亚核子的激光器上面 锁到这个亚核子激光器以后 我们的门路的光输 它的每根输尺 我们都可以保证 小于亚核子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亚核子的光级频率书 那之后呢 我们再把其他的这个 CW激光器锁定到 相应波段的这个输尺上面 某一根输尺上面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整个一套的多个波长输出的 压核子线宽 激光器的这么一个系统 那这样的一个系统 当然是高度定制化的 根据应用的不同 我们可以来定制这个 这个激光系统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实务图 这个实务图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参考员 它叫做ORS Cubic 其实我们现在的型号 叫ORS Compact 它是这个光学参考系统 一台超纹激光器 亚核子激光器 然后它里面有 有枪 有这个直立阵空中的这个枪 这边第二个这个光学机柜呢 它里面就包括了 光学频率书 以及 以及这个 多台的CW激光器 以及光学频率书的 扩普模块等等等等 CEO的产生探测稳定模块 产生探测模块等等都在里面 然后呢 这边的电学部分 包括了这个显示屏用来 里面集成了 光输的控制和监测软件 可以操作 可以操作整个激光器的 多台激光器的锁向 等等等等的这些功能 这边是锁向电路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有 鼠标键盘来操作 然后 这边是一些控制器电脑 以及这个供电部分 整个系统呢 其实就是这边的参考员 光学部分 电学部分 然后最终的输出呢 就会是 超稳定的压核资的 这个多波长的CW激光器 以及呢 包括这个 除了光频 我们还可以输出 射频 微波 也是一个超稳定的输出 然后这些输出呢 可以给到用户来 方便的应用 可以光纤接出来等等 一些非常方便的方式 那刚才的这个 超稳激光器系统呢 也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 在门路 我们其实有多款的 这个超稳激光器 它的 主要是根据指标 我们来区分 那像这一款 超稳激光器呢 它体积比刚才那个 稍微大一点 叫做RS 那它的稳定度 可以达到一秒 7乘10的负氏6 其实也是 非常高的一个稳定度 对于很多的 可能实验室级别的 这个光中应用 也是 使用的 特别是一些移动 光中的这个应用 那整个系统呢 它 大概1.6米 然后 可以输出的波段 不止1.5微米 包括500到1600纳米的 一个 波点 波长 频点 我们都可以来 定制来选择 输出当然是一个 压核子的一个线宽 那这个激光器系统 首先它会有一个 这边是一个原路形 当然我们刚才那个是一个 立方体型的枪 放纹枪 集成到这么一个真空枪里面 包括这个真空枪 还有这个光路 也有核光路等等 这些东西 然后再放到下面的这个 主动格级平台上 然后完了呢 我们会加一些控制的部分 组成这么一个光输的参考 光参考系统 超级光器 那这个光输和超级光器 怎么连接呢 这边是一个 它的详细的一个锁定 锁定方式 那这边只画了一个枪 实际上呢 这个是一个激光器 这个超级的CW激光器和这个光输 在一个拍屏模块上拍屏 然后得到拍屏信号 那通过这个返回电路 还有快返回慢返回 来返回给光输的这个震荡器 控制它的枪场锁定到这个超级光上面 当然CEO我们是不用锁定到光参考上面 因为CEO是没有乘N的 就是说它的这个凝度是够用的 只需要锁定 直接锁定到摄频参考 那这么就是一个光输的光频锁定的一个 框图 那光频锁定呢 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点 首先就是这个 光谱纯度转移 Figure9的 Melo Figure9的这个 整套的这个技术啊 它可以允许 这个光学参考员亚赫兹的线宽 几乎无损的传递到 每一根的输尺 让每一根输尺都得到这个亚赫兹的线宽 然后 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 除了传到光频 我们还可以传到微波 得到一个超稳定的 接近 甚至几乎相等 等于这个超稳激光器 稳定度的这么一个超稳的微波源 香味噪声非常的好 世界纪录级的香味噪声 那么缺点呢 是这个枪啊 这个超稳激光器 它不是一个光中 它没有锁定到原子团上 它的枪有一个老化 这个老化率大概是一个一个线性飘移啊 就是它每年大概能飘个五兆赫兹左右 当然其实对于啊 非常多的应用可能这个五兆赫兹是一个非常小的数 但是也有很多应用非常在乎这个飘移率 比如说光中 所以我们当然还是可以有办法来把这个飘移率也给它消掉 我们在光输里面集成了这个Dedrift功能 那这个Dedrift功能呢 可以把这个重频的这个飘移给它抵消掉 因为这个参考在飘 所以重频在飘 那我们重频可以测出来 可以用射频的参考 比如GPS或者中 一些很好的参考把它测出来 测出来以后呢 再反馈 通过一个非常慢的反馈 可以反馈到这个光参考和光输输尺的拍屏上面 或者是直接反馈到这个光参考上面 啊 等等这样一个方式可以消除这个 整个系统的这个长期飘移 好的 那可能有人会怀疑说 你这个 所有的输尺都是亚和子 真的是这样的吗 那这边有一个简单的 呃 间接的相当于间接的一个证明啊 就是我把光输啊 锁定到啊 1542纳米的超纹激光气上 是它门路的ORS 那么我们再去和 一台啊 729的门路ORS拍屏啊 拍屏的结果就是 那就是整个三个东西加起来的造成小于啊 等于0.3核子也就是说这两个超纹激光气加上光输从1571542纳米到729纳米这么大的一个光谱啊範围啊的一个传递到729纳米再拍屏两个超纹激光气加上这么多的输尺拍屏啊就这个光输啊自身的造成0.3核子那是整个三个东西加起来的造成小于啊等于0.3核子也就是说这两个超纹激光气加上光输从1542纳米到729纳米到729纳米这么大的一个光谱啊这么大的一个光谱啊 实际上光输附加的造成啊非常非常非常小可以完全忽略不许 然后呢这个当然也是得益于门路的这个整套的飞个奈呃超低香味造成的这么一个技术那在这个过程里虽然这个图上画的这个呃 输尺可能只有几十根二十根但是实际上呢他是大概有一百万根呃非常的多 那在这么大一个范围内的传递几乎没有啊带来附加的造成啊 然后呢呃对说完了这个怎么怎么来说呃我每根输尺都是亚赫兹呢呃实际上呢我们的震荡气是在1.5微米那对于其他波长怎么覆盖啊 那这也是一个问题呃一般的方法呢我们就会通过这个震荡气输出啊 大概8路8路输出每一路可能大概10号左右的这么一个啊量级 然后再去通过这个呃呃 呃呃光纤放大器放大呃 呃移屏啊 呃包括移屏包括背屏等等来做到这个客户需要的这个波长点那比如1064纳米呢我们只需要呃放大加移屏啊加这个高飞渐光纤的移屏就能做到1064纳米呢呃呃780呢我们是不需要移屏因为啊主机的输出是在1560纳米附近 所以只需要放大再加背屏就可以那呃呃六五七纳米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啊放大移屏加背屏都需要啊大概这样的一个呃呃一个啊破普的一个过程 那之前呢可能在去年啊之前我们是每比如说要客户要需要啊一些波长点啊非常呃呃非常纯净非常呃出使能量非常高的频点来啊锁定自己的这个CW激光器的时候啊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保证这个CW激光器长期稳定可靠的锁到这个光输上呃所以呢每一个模块 我们叫做HMP啊但是呢这样的HMP啊可以说啊代价也是啊相对来说高一点那在今年啊门楼推出了这个另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模块叫SCM啊超连续谱的这个模块呃有了这个模块我们这个一个模块就可以输出八路的呃呃 阔谱并且呢这个八路我们还可以把拍屏都带上这样我们可以覆盖从650到1560纳米这么一个非常宽的超连续谱的一个啊一个输出啊只要客户指定啊八个波长点啊可以保证啊客户对八台激光器锁定到这个一个模块上啊非常的呃方便也是啊 啊怎么说如果要的这个频点越多那肯定是性价比越高啊啊还有另一个优点就是呃呃这个东西是有在线升级的这个可能性 那举个例子呢就是这边的呃呃私光中的这个系统的这个例子在这个私的这个系统里面我们可能会用到12345677个啊CW激光器7个波长不同的CW激光器 然后呢呃每一个波长可能呃呃都需要光线输出然后功率不一样呃其中有些波长呢可能还需要啊锁到它的呃机屏上 然后这个CW再去背屏等等这样一个操作呃那整套系统我们还是可以用FCU00Quantum来啊来实现啊 啊而且呢呃呃因为这个1542纳米亚赫兹啊光参考的存在所有这些激光器的线宽都可以达到亚赫兹那对于呃呃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系统来说也是非常的有用 因为呃呃在这个里面起码这个中激光是要达到亚赫兹然后这些呃窄的冷却激光以及这个很多的激光可能都要达到啊K赫兹甚至更窄的一个量级 所以呃这么一个呃参考到一个超纹激光一个光输上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可以省去非常多的啊其他的参考 比如说其他的额外的枪呀啊或者是啊原子这个炮呀或者是等等等等波长剂这些东西 OK然后这边呃是啊想说一下我们这个扩谱模块它扩出来的这些波长 嗯啊可以看到他们的扩出来的光谱也是非常的干净 然后经过一个放大滤波的那这些过程以后啊可以保证相应波长的这个CW激光器可以啊稳定的锁到光输上面 那CW激光器怎么具体来说怎么锁定到这个光输上面呃 这边的锁定方案实际上和光输的光屏锁定也就是呃光输所呃超纹激光光参考是类似的 那这边呢我们还是一样的呃光输的这个输尺某一根输尺和这个CW激光器 大概0.5毫瓦1毫瓦这么呃功率这么大功率来进到这个拍屏进到探测器里面 然后我们得到一个拍屏信号然后这个拍屏信号里面啊有误查信号误查信息 然后再反馈这给这个呃呃带锁的CW激光器啊那我们就可以输出一个超纹的这个CW激光器 那关于这个就是锁完以后的这些CW激光器啊我们说它是亚和斯的怎么来验证呃 这边我们给出一个简单的验证方案呃首先呃我们把这个一台光输啊两台光输锁定到这个呃光参考1542的光参考上面 然后呢呃当然这台另一台光输是我们MENLO呃工厂里面的光输就是呃用作用作测试用的光输 然后这边上面这个是客户自己的这个系统里的光输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698纳米的CW锁到呃光输上面之后呢我们去和这个测试用的光输的698这边的这根书尺来拍屏呃拍屏的结果呢 我们看到呃呃一秒的地方这个附加稳定度已经达到了机上室的-18次方 在千秒呢甚至达到了-20次方当然这个呃这么好的稳定度呢不是不是激光器绝对的稳定度而是呃这个光输以及这个锁向呃附加的稳定度啊呃呃而这个呢当然是一个环温测试 然后整个系统的稳定度呃呃必然还是受限于这个光参考系统呃呃那我们这边呢 证明的就是光输以及我们的呃呃CW机光锁向这一块引入的噪声呢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呃呃和这个线宽的关系呢我们可以大概类比一下 嗯如果达到亚赫兹可能就是在-15次方量级那我们这边呃呃复加噪声是在-18次方量级那可以估算一下这个复加的噪声是非常非常小 呃呃另外呢对于其他波长的这个CW机光器呃呃那我们这边呃呃怎么说呃呃当时呢因为这个都是实测的数据在当时啊在做这个PPT这个PPT当然是去年的这个呃呃英文的webinar里面的PPT 然后当时是没有这个啊SM模块也没有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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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说这个环内噪声 环外噪声基本上相当 只是只是小一点 环外可能是大概这么一个曲线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附加稳定度的这个测量 也是经过了两天的这么一个无间段的 没有任何跳点的这么一个一个测试 说明了我们的整套系统运行的非常的稳定 OK 然后最后呢我们就来重点说一下这些应用 那这个关于量子2.0的应用呢 这边是一个概述的一个一个一个说法 那首先呢 当然是在精密计量里面 比如说这个原子中 然后在量子的这个视频网络里面 然后还有这个操纵啊 通信原子或者离子的这个来实现这个量子计算和量子模拟 等等这些应用 以及呢这个最终把这些 系统来搬出实验室啊 比如说这边的这个啊 非常 非常酷的这个实验啊 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卡特瑞教授在这个东京的天空树上面做的一个实验啊 在塔顶和塔底两个地方放两个圆子中 然后来测这个引力红移啊 通过引力红移确定这个塔的高度啊 然后相当于用广义相对论来测高度呃 非常的酷 然后这个最后的精度呢 可以到厘米量级 那厘米量级呢 实际上对应了这个光中的呃 光中的不确定度应该是在呃 是在负18次方量级啊 非常的啊 是非常的优秀 因为呃在负18次方量级 其实在实验室也是啊 比较难做到的 然后这个我们看到现在光中已经可以拉到这个外场去做实验了 ok 然后这边呢 这个就是啊 19年的时候基拉的呃 叶军呃 组做的这个啊 应该目前还是世界纪录的这么一个光中啊 那这个里面的光输也是有门楼提供的 另外呢 这个是呃 还是加州理工大他们做的一个啊 基于中性原子的这么一个量子计算 啊 基于中性原子和光镍的这么一个量子计算的一个实验 呃 然后下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和呃 门楼和atom computing来呃 合作的这么一个呃 一个一个呃 系统呃 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呃 这个量子比特是啊 是4原子的这个呃 中越线的这个上下能级 然后呢 这个每一个4原子是呃都被呃 囚禁在这个光镍组成的这个光镍阵列里面 然后呢呃呃 呃 这样一个光镍光镍阵呢就组成了这个呃 这个量子的这个计算器 然后最终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呃 这些激光器这些不同波长的激光器来啊 操纵以及读出这个呃量子比特的这个状态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呃量子积存器也是呃 可以通过激光来操作出不同的这个呃 模式呃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这个中的呃 这个这个这个呃 正列的他的呃 越线普线也是呃比较窄 另外这个呃 量子比特的这个相干时间也是呃 在应该是在这个还是在毫米量级 但是呃 下一章我们应该看到他其实有更啊 更长的相干时间呃 整个系统呢 当然还是基于闷露的超纹激光和光输的这样一套啊 量子激光系系统把八台这个CW激光器啊都锁在了光输上面 OK 然后这个是一个他们在去年刚出的一个啊 啊非常好的文章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呃 这边有这个空间光调制器来做这个光链 嗯 然后呢 呃 做的这个光链的一个阵列 这个计算器的阵列会是一个啊 十乘十一的这么一个呃 阵列 然后可以求进大概呃 五十个这么一个呃 呃 四原子作为量比特 然后呃 然后这个阵列他还可以动态的来变换来操作来来实现各种操作 然后这里面有各种各个波长的激光系来啊 检验他是不是填充以及啊 作为冷却呃 最后呢 六九八纳米的这个激光系中激光呢 是作为他的一个最终的啊 读书啊 探测 那在这这篇文章里面呢 呃 Atom Computing已经达到了大概四十多秒的一个 一个相干啊 第二相干时间 然后呃 那这个相干时间呢 也是这个呃 这个呃 操作时间呃 的一个十的五次防备 那这个激光器系统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呃 基本上也是一套思光中的这个激光系统 然后除了呃 会有这个三一九纳米 多多一个三一九纳米 他作为啊 李德宝泰的制备啊 因为这个在量子计算里面呢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呃 四原子在制备到李德宝泰来产生呃 原子和原子之间的纠缠来作为这个量子门啊 啊 逻辑门 那这里面所以就八台这个CWG光器同时锁在了光束上啊 那这样的同时锁定呢 就呃 带来了非常多的便利 比如说亚赫兹 比如说呃 相同的这个香味 那第二个重点说的呢 就是这个在美国的飞米实验室的这么一个呃 原子干涉仪一个物质波探测器啊 他有一个100米长的呃 机线啊 数值的机线一个真空管啊 通到地下 然后呢 这台物质波探测器啊 可以探测呃 暗物质 一个超轻的暗物质模型 因为超轻的暗物质模型呢 它里面呃 因为我对这个赶进去 呃 它呃 超轻的暗物质 它是一个一个就是暗物质的一个呃 理论模型 然后这个 因为轻呢 所以它是用波来描述来更加好一点 所以呃 在这个 在这个这个呃 原子干涉仪里面呢 我们可以通过呃 这个呃 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波和呃 原子的之间的相互作用呃 来探测这个暗物质 因为这个暗物质的存在可能会引起呃 一些基本物理量 比如说呃 电子质量 以及精细结构常数的一些变化 ok 然后呢 呃 同时呢 这个 原子干涉仪它还可以探测引力波 那这边呢 是一个呃 更具体的一个原理啊 就是这个原子呢 呃 经过一个呃 二分之派的一个脉冲以后 那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呃 激光的脉冲 它就是呃 类似于呃 光学里面的一个干涉仪的结构 然后呢 这个二分之派的脉冲呢 就类似于一个呃 分数器 然后呢 再到达这个呃 一定高度以后我们给它一个 经过一定时间 t以后我们给它一个 另一个派脉冲 那这个派脉冲呢 相当于一个呃 那镜子 那最后在 在同时加一个二分之派脉冲来作为一个核数 呃 这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探测呃 这个呃 这个干涉仪的呃 长度的变化 以及这个呃 中越前频率的这个变化 那这样的一个呃 原子干涉仪呢 呃 对于引力波来说 它可以填补这个LIGO和LISA的呃 中间的一些空白区域也是呃 非常有前进 然后呢 在这样的一个呃 非米实验室的这样一个系统里面啊 它大概是这么长的一个100米长的基线 然后这个色原子会在这里面跌落 或者是呃 嗯 上抛或者等等 这些操作 然后呢呃 它有三个点都可以来进行这个跌落的这个操作 那这个在这个系统里面呢 MENLO的系统是放在他们的这个Laser Lab上面 有一个主控实验室 然后通过一些光路来偶下来 那这样的系统呢 照样还是同样的这个FC1500 Quantum系统 啊 同样的我们还是需要私的这些波长 啊 啊那当然这些波长呢呃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这次啊 它的功率啊 或者说是啊 它的输出方式啊 会有各个不同 比如说这边的698我们要8瓦的这么这么大的一个功率 那这边呃更细的图呢 那这边呢就是呃最终的一个一个呃一个一个一个Layout 然后呃这边是光输这边是各个激光器系统啊 这个激光器系统最后啊到这个原子呃就不详细讲了 大概就是呃呃功率高的部分们会用固体激光器来输出呃正好呢 那也会直接呃合到这个原子上面 那最后呢在简要的过一遍这个门楼在呃在欧洲的这些量子的项目 呃 当然这个光量子计算也是很有前景 因为现在呃各个线路的量子这个基础的线路里面也是非常火的一个线路 但是呃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基于这个光学频率说的整套系统啊 那这个光量子计算的可能只用到呃光输就可以 那比如说这个呃 迷你呃 迷你QC这个项目 然后也是呃欧洲啊 德国政府投入了大概呃三千万欧这么多的一个投入在也是在近期启动 然后在26年呃解体 然后也是由呃马普和这个慕尼黑大学的呃教授呃博和教授来领钱 那这个项目呢其实就是也是基于丝和基于中性丝原子和光镍的这么一个呃 量子计算 然后他们需要达到的目标是400个QBC 400个量子比特也是非常的呃 非常多 然后同样的这个这些频率我们啊之前也说过就是我们的整套系统都可以提供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Rimax这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和刚才那个项目也比较类似了就是呃 也是德国政府的一个项目 然后也是大概三千多万欧啊 周期呢也是到26年 然后呢呃 门楼还是作为这个供应商以及合作伙伴来加入呃 呃实现的呢是一个500个呃 亿原子这么一个光镍的一个系统啊 做做到最后实现一个量子退火机的这么一个一个效果 然后呢这套系统还会接入到这个高性能的啊 计算计算机里面和经典的计算机啊 融合在一起啊 作为一个平台来提供啊云的一个应用 同样的呢 异的这个系统里面啊 他有更多的这个激光器啊 大概有12的CW激光器啊 啊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兜计成到啊 兜计成到一个系统里面 呃好啊那呃 可能后面过得有点快啊 但是实际上因为呃后面的项目 我呃后面主要就是想说一下 咱们都参与的比较多的这个欧洲呃 德国的这些量子计算的项目 呃 我们的实力非常的强啊 然后呃 主要讲的部分呢 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啊 大家呃 耐心的这个收听 呃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呃就可以来提问 然后我们啊 因为这个量子技术 说实话我我我们的了解 或者说呃 或者说这个定义或者是一些概念上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清晰和呃到位 所以我们呃 主要还是围绕这个门楼的这个 基于光输的这套系统来啊 来说啊 看一下现在的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 请问光学频率书的应用领域有哪些 啊 稍等我翻到最前面的光输 嗯 ok 然后我翻到光输的话 实际上呃 光输的应用 呃 怎么说呢 我可能一时半会儿 我我也列举不完这些应用 主要呢 还是呃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光中 呃 比如说呃 基于这些冷原子的量子计算 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说的这些主题 呃 还有呢 就是我们之前也介绍过的呃 光输的呃 光谱学的一些应用 呃 包括光输的在呃 精密计量在测距 呃 在 测评等等这些方面 呃 呃 对 包括他呃 在天文上 在天文光输上的一些应用 呃 以及 嗯 对 大概就是就是这些 如果 感兴趣的话 其实啊 Melo的官网上 他的 这个 呃 介绍是非常多的 呃 我们可以点到Melo的官网 然后查看那个applications 就可以 嗯 就可以 然后里面有各种分位啊 我们去点击这个详细的部分啊 就可以找到光输的具体的一个应用 以及一些非常好的案例 哦 我看到这边 这边有给米开拉的一个提问啊 是多少 是 pioneer刚才 gradient behind Completely between the generation precision of the new Supercontinuous Spectrum Module and the previous one 然后 我觉得 反正让 MUSIC are tehditzer ?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 in the chat area 我大概也翻到这个超连续谱的这个破谱模块来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相信米开拉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 这边中文也出来了 新的超连续谱模块的产生和之前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能介绍一下产生的机制和区别吗 区别其实也也很简单 你看之前的这个产生是 比如说一路我们要产生很多波长 我们会首先有许多路 然后每一路经过一个 首先经过一个放大 比如说再经过一个移频 或者说再经过一个背频 来产生一个波长点 这么做的好处呢 我们就是为了追求在这个波长点有最好的这个 单根输尺的能量 来完成外界CW激光器的锁定 那现在呢 为什么之前不用这个超连续谱 因为超连续谱 它的 它的光谱非常的不平坦 很可能在某一个波长点 它的能量会非常低 所以我们一般都不用超连续谱 我们要追求这个每一个波长点都一个非常紧的这个锁定 那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呢 这个超连续谱 我们门路自己做的这个超连续谱模块 它的 光谱越来越平坦 到去年到今年呢 我们这个模块也是正式通过了测试 就是说我这个模块 在 在这个650到1560纳米 这么宽的这个范围内 任意的这个八个波长点 我都可以保证非常好的单根输尺的能量 以及最后我们集成了光纤的拍屏在里面 外接的这个CW激光器接上来以后 可以做到很好的这个拍屏性造笔 最终呢 实现一个非常好的拍屏的锁定 很明显这个区别就是 之前我们每一个波长点要用到 一套放大一屏 或者说背屏等等 一个波长点 我们以前叫做一个HMP 就是一个盒子那么大 一个鞋盒子那么大 那现在呢 这个SCM这个超连续谱模块 它就是一个模块 您要的这个波长越多 您的性价比越高 对 然后呢 这整个超连续谱模块 比如说它集成了八个波长点 那它也只有两个鞋盒子那么大 也是更加的紧凑 下一个问题 请问公司后面有考虑基于片上光输的片上光源的光输吗 比如现在很多组的淡化硅芯片来做 呃是是有的 当然是有的啊 这之前我们都已经和那个瑞士联邦理工合作过这个片上光输的项目啊 比如说这个 Curcom这个啊 我们把它归到了量子传感和计量里面 呃这个项目呢 实际上就是啊 片上光输的一个项目 呃那 那这个项目呃或者说门楼现在在做的这个片上光输呃 门楼是在是在是在研发的是在锦楼密布的研发的 然后呃当然呢呃我们做的这个同行或者是呃老师学生啊研究工作者啊研究人员 我们都知道这个片上光输还是有很多问题 他的锁定啊 等等噪声这些问题还是比较多 呃 他的怎么说呢 把他工程化到一个呃可以作为产品来卖的这个程度呢 我们呃还是要经过更长时间的这个验证啊 就是我们当然门楼当然是在做呃 嗯也是呃做的已经还还不错 但是呃我们需要更多时间的验证我们需要更可靠的呃产品 而不是说一个呃实验室阶段的一个一个东西 嗯 呃 Fegurnite ULN 能否简单画一下光路图我不知道您 Fegurnite ULN的光路是想 是想了解什么光路是要看他的呃锁膜光路还是还是枪里面的这个有呃Fegurnite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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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 呃 你让我现在画我说实话我一时半会也画不出来 然后可能会漏画掉很多这个部份 嗯 我建议还是呃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呃 前几次的这个呃 呃 webinar 研讨会呃 有讲这个激光器部分的 时候总之 主要呃 有许七是重点介绍了这个Fegurnite的结构啊 里面有呃 包括Fegurnite他的止磨机制 呃 以及它里面详细的这个 结构 这些反馈 都是怎么 都是这么一个原理 都在里面 那今天我们 重点 对于这个Figure9技术的重点 还是放在 就是说我这个Figure9技术 这个锁膜 我保证了一个 很低的固有噪声 保证了一个 很好的这个 初始的一个线宽 然后保证了 它在恶劣环境下的 一个稳定运行 等等等等 另外呢 还有就是我Figure9的这个 控制的这些专利 保证了这个锁向带宽 重频的锁向带宽 以及CEO的锁向带宽 都大于一兆赫兹 那我们 以及 这个 这个 这个每一根输尺 在整个光谱范围内 那每一根输尺都小于一赫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实际上很多 很多这个 研究人员应该都知道 光输的模型 它是个弹力带模型 比如说我这个锁定点附近 它和这个光参考的锁定点附近 当然它可以达到 非常好的线宽 小于一赫兹的线宽 谁家的光输都可以 自己做的光输都没问题 但是呢在远离锁定点 比如说在 一百万根光输 一百万根输尺之外的 这个729纳米 它还能 能不能是一赫兹 因为光输 它实际上是一个弹力带模型 那我这个输尺附近的 当然非常稳 但是离得越远 它的噪声越大 所以说 在非常远的地方 它是不是还能 保持这么一个 小于一赫兹的 舒适线宽 那飞格奈的 这个整套专利 保证了这么一个事情 这个是我们今天 重点要 对于飞格奈来说 重点要 要说的事情 全是片上光输的问题 现在公司片上光输的 重频噪声品质因子如何 抱歉我这个具体的细节 我也不知道 反馈系统依然采用的是热反馈 有没有新的控制方法 这个问题太专业了 这可能 我不知道米开拉 知不知道 或者是能不能回答 这个还是交给米开拉吧 我在这儿给他翻译一下 哈喽米开拉 there are so many questions about the microcom and here is does Menlo system have ok sorry next is the feedback system of Menlo's microcom still using thermal feedback control is there any new control method 如果我们没法来回答 我们可以后面 我们尽自己的这个能力 我们给您一个相对 相对满意的一个答案 我看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大家实际上对这个量子这个词 还是比较 怎么说敬畏吧 因为很多人关注这个光输的很多研究人员 或者说是相关的从业人员 实际上对量子或者说量子技术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而是重点关注在这个激光器 光输这些东西本身上面 那我们后面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 也是欢迎大家来发邮件 给我们或者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这个是我们中国区的这个 销售邮箱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中国区的微信公众号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有问题在后台留言 我也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公司的网站 网站上面呢 其实关于光输的应用 关于量子的应用 都有非常多 也欢迎大家去主页上来查看一下 OK 我看还有最后一个 给米开拉的问题 那 呃 呃 我在这里就不念了 我相信他可以看到 然后如果他看到 呃 应该也会给给您一个回复 如果没有回复 我们随后还是 啊 会通过邮件 给您一个 呃 更准确 更更更让人满意的一个答案 OK 那 非常感谢大家 呃 呃 呃 在下 在晚上七点半 八点半 这么一个宝贵的时间 呃 过来 呃 观看 Melo Systems的网站研统会 呃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丝